女大学生还没毕业 就被继母强迫卷入豪门联姻 女孩虽然心有不甘 但为了能够顺利毕业赚大钱 只好按照继母的要求做 Nepton酒吧 女孩玩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同学要求她扯下这个男人的腰带 并奖励她800块钱 女孩想都没想果断冲锋 以为可以利用美人计轻松拿下 可却被男人看成轻薄 以为她是个坐台的 两人拉扯时 同学们在吧台谈话被男人听到 知道了女孩是在做惩罚 于是逆转角色反压女孩 想要我的腰带 那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 女孩被她搞得有些害羞 决定送她的果盘作为交换 心中开始打起小算盘 果盘的话是100块 打赌赢的话是800块 自己还能小赚 男人表示不想要果盘 并且开始调戏女孩 要什么果盘 我面前不就有个超甜小草莓吗 女孩一听顿时无语 心想真倒没碰到流氓了 她推开男人想要逃跑 可没走两步就被拽住 男人抓住她的小手向自己贴近 轻轻一按腰带直接弹开 顿时吓得女孩呜呜呜呜 皮带先交给你保管 我还有事 晚点还给我 别敢动哭了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助人为乐 女孩接过腰带一脸猛逼 喵得死变态 我这手是不能要的 回到吧台 她对着腰带一脸嫌弃 小胖义愤填音道 这男的怎么这么没生成啊 腰带说给就给了 女孩的闺蜜看着远去的男人泛起花痴 要是能搞到她的微信就好 女孩听后献上一记 一会儿你把腰带还给她 这样不就认识了吗 闺蜜疑惑询问 你就把这么大的艳遇让给我 小胖回着那肯定啊 希姐都订婚了 对象可是陆家的长孙陆又染少爷 陆家可是全球排名前几的权贵世家 刚才那个男人在帅 在陆又染少爷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先不讨论那个死变态 腰带我拿回来了 愿赌服输这八百块钱我就收下了 旁边一个男生吐槽 希姐你是不是掉进前眼里了 才八百块钱 你家不是很有钱吗 而且你平时是个打工狂魔 还在这家酒吧当草酒师 也不差这点钱吧 你个臭小子懂什么 八百块可是福利院半个月的伙食费啊 说话间 小胖突然发现了猫腻 我擦 这腰带应该是爱马仕私人定制的新款 上面的钻石是真的 起码得五十万啊 女孩疑惑询问这是真钻石 不是塑料装饰吗 闺蜜回着胖达好歹是个富二代 不会看错的 那男的一定非富即贵 希姐 你看那边的贵宾系 那不是我们酒吧的张老板吗 听说他定居国外一年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既然亲自上去接待那个男人 还点头哈腰的 男人察觉有目光看来 抬头向那边一瞥 吓得女孩直冒冷汗 这时 女孩的手机突然响起 拿起茶看是继母打来的 严谨熙 染少爷回路凝视了 住在你打工酒吧楼上 那个五星级酒店 房间八百零一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礼物和一份礼物 换好礼物后 上楼把礼物送给他 把握机会好好表现 否则别想顺利毕业 女孩不爽回着知道了 我有点事先走了 你们记得把腰带还给人家 哦对了 结账到我名字有员工家 女孩听从继母屋里要求 身穿落背超短裙 给公子哥送礼物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听话 还得从十四年前说起 女孩是个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这天 一个大师说女孩命格旺 能镇宅党代 严家主母冯如烟 一听果断将其收养 从这以后女孩就被各种利用 虽然是豪门之女 但却过着乞丐生活 家母很少给她零花钱 她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 女孩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上学 将来毕业可以赚大钱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妖族 家母还是百般阻挠 要求女孩联姻凯莉雄厚的陆家 如果女孩不同意 她将无法拿到毕业证 很快女孩就来到了801房间 轻轻敲击房门 发现门没有关 走进房间 听到里面有嘻嘻嘟嘟的声音 女孩紧张询问 陆少爷 是你在里面吗 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 她慢慢向里面走去 居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洗澡 男人察觉到有人过来 转头查看也发现了女孩 对不起陆少爷 我不知道你在洗澡 真的抱歉 男人一看是酒吧那个女孩 顿时来的兴致 微笑询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妈让我把这个送给你 你看看满不满意 满意的话 记得给个五星号 我也好回去交差 男人听后有些无奈 心想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巴结 真是头疼死了 不过 这么直接登门入室 的确是头一面 想着拆开礼物盒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她调坦了 这个是你穿给我看 还是我帮你穿上再看 女孩疑惑不解 转头询问什么意思 看来这次不要腰带了 直接选择要我 女孩看到她手中的性感小妹 整个人顿时麻了 知道冯如烟想卖我 但没想到她这么不择手段 冷静下来后 女孩询问着怎么是你 心想瞄的我不会走错房间了吧 不对啊 我进门时还确认来着 男人没有回答而是步步紧逼 他们送来的女人我一向拒绝 不过 如果是你的话 我似乎不介意你 小夕被她调戏快速后退 这时 她脚下突然一滑 身体直接向后倒去 危机时刻 男人快速伸手想要比她拉住 可女孩却下意识拽在她的浴巾上 随着浴巾滑路 男人的牙签也展现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想抓你手的 结果不小心抓错了 看了我的秘密 你就要付出代价 男人向前逼近女孩向后闪了 肩膀正好碰到开关上 男人身上的热气 混合沐浴露的香味 弄得女孩意识有些迷离 眼看干柴烈火就要碰撞在一起 女孩突然回过神来 不可以哦 为了表示歉意 我重新给你围上 女孩身体颤抖嘚嘖嘖 记了好几下都没有记上 那个 你看能不能自己弄 不行 是你给我弄开的 所以现在必须给我弄好 女孩听到她的话 只好硬着头皮伤 脸蛋贴在她的腹肌上 快速拧扣子 可以了吧 我给你记上哦 男人挑起她的下巴一脸盲味 进了我的房间 还想全身而退 说着她直接吻了上去 女孩被吻顺边猛逼 心想真把我当成那种一夜情了 想着她用力咬 男人疼痛快速分开 抱歉 我只想让你变得清醒你 女孩说完将灯打开 我不是来找你的 为什么你会在陆又然的房间 男人听后一愣 表示这里是自己房间 可在一想顿时吃醋 刚刚那个礼物是给陆又然准备的 她是你男朋友 你很喜欢她 小夕紧张回着试啊 她马上就来找我了 上来就问这么多问题 你查户口啊 我可不是谁的替代品 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哼走就走 谁稀罕来你房间 走出房间后 女孩居然看到了正牌男友陆又然 还跟男人酒店似毁 却意外碰到未婚夫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还好没看到 要是被她发现我穿成这样进了别人房间 那我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女孩东张西望寻找掩体 下一秒 房门低的一声被打开了 陆又然拎着东西走了进来 小叔 我给你带了夜宵 女孩听后晴天霹雳 我擦 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陆三爷 陆木勤听后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到沙发后面的小夕顿时一正 女孩比了一个晋升手势 让他别生账 可男人偏要玩火 询问大侄子酒店会不会溜进人 女孩听后卑微祈求 想要让他放过自己 心想被退婚倒是无所谓 但搞砸联姻冯如烟肯定不让我毕业 拿不到毕业证就没办法赚大钱 不能赚大钱就没法帮助张仪支撑福利院 小叔你真能开玩笑 这可是陆宁最顶级的点点 有着严密的安保系统 放心 你们那些追求者绝对进过来 陆木勤听后没有继续挑动 绕过女孩开始唠家场 陆又染一边拿夜宵一边回答小叔问 试了一会 陆木勤有点担心女孩 他那么蹲着脚一定很麻 于是借着取酒之走大侄子 女孩听后如蒙大射 心想终于要得救了 既然小叔有这个兴致 那我今天就陪你喝几杯 可刚起身 冯如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陆又染接起电话那边询问 陆少看到小夕了吗 他准备的礼物喜不喜欢 女孩一听要给自己打电话 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陆木勤也不想女孩暴露 一把夺过大侄子手机说着 先去拿酒 其余的一会再说 陆又染当跑腿当惯了 无奈回着好好好 等他走后陆木勤疯狂食眼色 小夕受到信号把腿就跑 一点不想在这多留 男人见状一脸促意 心想他就那么怕又染误会 还真是在意呢 小叔 厨房只有啤酒了 等下订瓶红酒上来吧 陆木勤接过啤酒询问 那个严谨西氏爷爷 给你找的未婚妻 陆又染回着似的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适合结婚吗 看起来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 长得也还行 不过感觉没什么个性 放在角落都不容易 被发现的平庸女人 男人听后陷入沉思 他乖巧 他没个性 他平庸 究竟是这个女人会伪装 还是我这大侄子眼下 陈思丸询问道 你们交往多久了 见过一次面 干瞪眼十分钟算不算交往 陆木勤一听喜上眉梢 如果你对人家小姑娘没意思 不用着急和他订婚 你爷爷那里 我可以帮你说说 哎 想娶的女人娶不到 娶谁都无所谓了 说完猛灌一瓶啤酒 小叔 要不你给我挑个直媳妇 你的眼光好 你看上的女孩 我肯定能看上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 我看上的女人 那是你婶婶 怎么可能给你呢 陆又染听后先是一乱 然后开怀大笑回着也是 喵的我喝多了 小夕出来后 寒风打在身上瑟瑟发抖 管家拿过来一个手机说道 大小姐 夫人的电话 女孩心想这老灯情报 都打听错了 还好意思打电话过来 害得我差点跟陆木勤 擦枪走火 接过电话后女孩询问 什么事啊 陆是要对你的礼物满意吗 女孩冷声回着不满意 你个没用的东西 今晚别回来 我是不会让你进家门的 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女孩愤愤不平 哼 谁吸得回去啊 自己情报有物还能怪我 这时 她看到手机时间一机灵 因为烧烤店的打工 快来不及了 老赵 快去白泉广场 我快要迟到了 老赵听后没有多想 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留下管家在那一连猛衣 大小姐我还没上车呢 等等我 还虽是附加千金 但却过着乞丐生活 打了一夜短工 她困得眼皮直干点 决定上课前先睡一会 走路时 她跟陆木勤撞了个正着 两人四目对视 女孩紧张询问你怎么会在这 陆木勤上下打量回着闲逛 你是这里的老师吗 小西听后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是这里的学生 几年级 哪个班哪个专业 老师是谁 身体不断逼近说道 你是我大侄子未婚妻 这关系你说我们不熟 既然你知道我是你侄子未婚妻 就应该和我保持距离 陆木勤一听她拿这个当党变牌 贴近调侃的 既然你是她的未婚妻 是否接吻过 小西为了不落下风 心虚回着当然 是吗 据我所知你们只见过十分钟眼 你确定她吻了你 小西一看被她识破 不装了直接摊牌 那又怎样 你咬我了 你说什么 想让我要了你 乱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耳背 你离我远点 我还是个学生 没你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也听不懂你的文字游戏 心想虽然不知道她打了什么主意 但还是离她远一点为好 一个小时候 上课铃声响了起来 闺蜜周嘉敏轻轻唤醒小西 赶紧喝点咖啡提提神 刚才有人说工程造价来了的新老师 她拥有工程建筑和商业管理双博士学位 设计建筑工程横获世界级大家 被奉为经典神作 而且她名下的高级酒店遍布世界 富可嘀咕 我还听到小道消息 她出生在陆明市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家族 小西越听越耳熟 心想不会是认识人吧 下一秒 陆木琴从外面走了进来 帅气的样貌 理直的身体 迷得班上姑娘哇哇乱叫 姐妹你快看 这不就是我们那天酒吧遇见的陆总吗 那天晚上还把我们的酒起了吗 小西听后一脸无奈 她那么有钱还来教书 脑袋是不是被门挤了呀 人家可是学校特别邀请来的 陆导师一周只上一堂课 但是会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 据说系里唯一的优秀毕业生也由她来决定 这么帅气英俊的男老师我真是爱了 大家好 我叫陆木琴 以后一周一节的工程造价课 就由我来上 小西听后不断盘算 这个男人有权有势 还影响着我的优秀声名额 我这不纯纯被拿捏了吗 陆木琴站在讲台上分享经验 女孩听后疯狂做笔记 因为碰到一个有实战经验老师很难 这时 她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是冯如烟发来的 小西点开生成文字 看到里面的内容她骂骂咧咧 输入好回复信息 刚要发送就感觉旁边站了个人 小西转头查看一机灵 按照学生手册 学生上课玩手机该怎么处理 小西听到她的话快速站起 陆老师对不起 刚才家里人给我发消息 我未婚夫的小叔来陆明示了 家里人怕怠骂了这位小叔 让我回去准备一下 陆木琴听后调侃道 这位小叔对你很重要吗 小西听后陷入沉思 如果我说重要 他肯定会得意 如果说不重要 又会得罪他 未婚夫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这位小叔的认可 对我来说也重要 陆木琴一听心声不悦 这节课你不用上了 明天教一万字的检考书 人为了能够攀上陆家的高枝 竟然将自己没毕业的女儿 送去联姻 所以 我真的要这么没底线吗 你懂什么 陆大少爷就喜欢性感的女儿 你送出去的礼物 他都看不上 你还不好好努力 可今天不是去见他的小叔吗 保守一点可能会更好吧 女人听后陷入沉思 传闻他小叔不尽女色 如果看到他穿成这样 没准真的介意 那你就披上这件外套吧 和佑染少爷担动相处就脱了 女孩听后直冒冷汗 心想你不做丧妈妈真是可惜了 酒店包厢 风如烟带着小夕走了进来 陆总 佑染少爷 久等了 女孩盛中出席 直接给陆木琴迷住了 小夕做这把 小叔想好好看看你 风如烟一听赶紧给女儿推了过去 锦西快叫人 佑染少爷的小叔 你也跟着叫小叔吧 女孩听后有些纠结 刚想要叫的时候就被陆木琴打断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侄女 小夕心想这个狗男人又找我查 心眼真小 风如烟坐在一旁开始奉承 陆总看着好年轻呀 应该比佑染少爷大不了几岁吧 说完笑女孩瞪了一眼 想让他也夸两句 小夕见状赶紧陪笑 陆总看起来确实年轻 像是跟佑染少爷一样大了 陆木琴听后完全不顾周围人群 一把搂过小夕回着没错 我只比他大了三岁而已 怎么 你很关心我的年龄吗 小夕被他搂得便宜 冷身回着没有 转头看向陆佑染 可他却毫不在意 整得小夕都感觉自己跟陆木琴是一对 锦西 小叔爱吃虾 给小叔包几只吧 小夕听后更加确信他不带影 并且还感觉很有趣 这些公子哥真没好东西 陈思婉 小夕推开陆木琴的手说着 哎呀我不会包虾 不好意思啊陆总 锦西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不会包虾呢 你包虾最熟练了 快点给陆总包几个 严小姐不会的话 可以让佑染交将 他包虾有经验 陆佑染一听顿时来的兴致 包虾是一门艺术 你可以先吸一下他的头 用力吸会好一点 然后沿着身子轻轻的咬 等到汁水吸的差不多时 就可以直接吃了 冯如烟听后老脸一红 但是陆总在这又不好说什么 你小子乱教什么 是不是欠揍了 小叔我这都是实战经验 多练习以后吃虾才不费劲 小夕被这对书纸搞得小脸羞红 心想都不是好东西 这时包房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辣妹走了进来 小叔妈妈起风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来人正是严家二小姐 风如烟的亲生女儿 小夕的妹妹 严蕊走到陆佑染身边有说有笑 完全忽视了旁边的姐姐 几人吃了一会 小夕突然感觉有人替自己 这个方向应该是严蕊勾搭陆佑染 不小心碰到了我 拜托 我可不想成为你们亏了一会儿 想着他身体往陆木琴旁边挪了挪 此时的陆木琴也发现了端倪 冷声说着佑染 好好吃饭 两人一看被发现 顿时羞的小脸痛苦 风如烟感觉气氛尴尬 咳嗽了一声是一女孩敬酒 小夕收到信号乖乖照做 来陆总 我敬你一杯 陆木琴丝毫不给面子 冷声回着我从不喝女人敬的酒 小夕被他怼得很是尴尬 心里咒骂狗男人爱喝不喝 老娘还不愿意跟你喝呢 可下一秒 陆木琴竟主动拿过杯子 要求跟小夕喝一杯 小夕见状强己微笑 心想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 两人举起酒杯碰撞 小夕用力过猛 直接给陆木琴洗个澡 对不起陆总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服务员要个毛巾 没等陆木琴回话 小夕转身开恋 总饭桌欺负女孩 却被女孩狠狠教训一份 横谁叫你捉弄我的 您就试着裤子待一会吧 15分钟后 前台小姐无奈询问着 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小夕没有回话 而是认真玩着手中的斗地子 您已经在这里站了十多分钟了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呀 小夕一听十多分钟了 轻声回着给320包厢送的毛巾 记住要慢点送 越慢越好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好玩吗 女孩被吓得一击零 手机差点扔出去 冷静后她无赖回着 谁让你先往我的 陆木琴听后一脸冷户 身体向前步步紧逼 吓得前台小姐姐都跟着发动 小夕看她动手动脚 大脑飞速运转 小叔 我是你侄子的未婚妻 你这样就不怕和你侄子闹矛盾 不怕没法跟你老子交代吗 陆木琴听后直接无语 你以为我愿意听佑染说那些包厦混账话 我对你动手动脚冒犯的 她竟然觉得有趣 不但没有帮你解围还让你陪我 甚至当着你我的面开黄枪 我只不过顺势让你看清佑染对感情的态度 免得你痴心错误 你明明 居然是故意引导陆佑染那么说的 陆木琴回着当然 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戏弄你吗 说着捏了捏女孩的脸蛋 小夕看她越来越近 直接给她冷静冷静 叔叔你可能搞错了什么 本来我就不会对这桩婚约付出真心 我的人生自有规划 陆木琴被踩一脸享受 终于不像个梦胡落 踩也踩了 耍也耍了 那我们回去吧 小夕心想不应该啊 我都这么对她了 怎么还不发脾气呢 懒得跟你生气走吗 回去路上 两人经过一个包房 里面一个女人妩媚说着 姐夫 严锦西经常出去滚会 她就是个超会装的心机灵 小夕听后疑惑不解 严蕊和陆又然总在里面 下一秒 里面传出运动声音 门外两人顿时无语 小夕低难这俩人也太猴急了吧 陆木琴无奈回着那你想怎么办 女孩转头四处观望 片刻后她锁定在旁边的拖步上 拿起拖步直接封门 让这对勾男女玩个够 既然她都说我是心机宝 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个称武 锁门祝福 不愧是你啊 一个小时后 饭局散场了 小夕跟陆木琴上车后 冯如烟钻进来叮嘱开车慢点 一定要照顾好陆总啊 女孩回着知道了 心想送完就跑吃则生殿 还被迫商业联姻 却发现未婚夫喜欢自己妹妹 车辆起步后 陆木琴转头询问着 他们都在包房里那样了 你还想嫁给又然吗 这桩婚事做主的是陆老爷子 我改变不了的 难道你看上的是陆家的权势 小夕冷淡回着你说是那就是吧 陆木琴听后陷入沉思 未婚夫都和妹妹搞到一起了 她还能这么淡定 到底因为什么 你要不要这么阴险 居然把我锁在包厢里了 我为谁要锁你 你不应该想想自己 为什么在别的包厢吗 还有又然少爷吃饭吃到一半不变 你们该不会做了什么吧 又然听后一阵吃笑 那你猜猜我们做了什么 小夕冷笑沉思着 想让我挑明主动解除婚约 我才不会中你们的急 惹陆路老爷子 我的毕业症就凉凉了 傲慢回着做了什么我不感兴趣 这么一整又然蒙圈了 拖板明明是他弄的 也看到我跟严蕊那般 竟然不生气也不闹 今天有些晚了 我回房间睡觉了 小叔 女孩子晚上出门不安全 就让他们在这住吧 说完眨眼提示他同意 陆木琴心想这臭小子又要作用 看来晚上消停不了了 严蕊一看小叔没有拒绝 一把夺过小夕的包包溜走 姐今天太晚了 我们就住这了 没等小夕拒绝 他就钻进了房间 严蕊 快开门 把包还给我 我回宿舍还有事呢 敲了一会没有回应 小夕转头询问 你就这样任由他们胡闹 陆木琴无奈回着我老了 管不了你们年轻人 混乱的多角关系 不过提醒你 这里只有三间卧室 你妹妹和又染个站一间 现在只剩一间了 如果这样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车借我一下 我去住旅馆刷脸支付就行 不行 太晚了你一个女孩不安全 小夕听后回着好吧 那今晚我就在沙发将就一下 什么 你要跟我抢地盘 小夕一会询问什么呀 你今晚可以睡我的房间 记得锁好门 女孩子睡客厅不合适 还是让我来吧 小夕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也没那么讨厌 说了声谢谢后 转头走进了房间 凌晨一点 隔壁突然运动起来 声音吵得小夕根本没法入睡 怪不得严蕊非要拉我一起住起来 这是在跟我示威啊 男人着凉贴心盖被子 却被他误会成别有用心 夜晚 小夕被运动声吵得睡不着 于是捏手捏脚走出房间 东张希望寻找水时 发现陆木琴被子滑落了 女孩见状有些愧疚 毕竟是因为自己才害她睡沙发的 小夕走过去捡起被子 心想这要是感冒了 我欠的人情可就大了 将被子轻轻盖好 看到他没醒顿时松了口气 此时 屋里运动声再次响起 女孩听后一阵无语 小声低难客厅也这么清晰 房子隔音也不行了 转身想要寻找水喝 却被陆木琴一把拽着 女孩吓得灵魂出窍差点跳起来 小声询问你干什么呀 快点放开我 陆木琴一脸猛逼看着女孩 你不会是故意穿成这样来找我了 小夕回着我没有 你们家也没有别的睡衣能穿啊 两人说话间 卧室里面结束了 女孩心想要是被严蕊撞见我们这样 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 眼看着房门就要打开 陆木琴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下一秒 两人直接亲在一起 小夕害羞推开询问 你你你这是干嘛 陆木琴不想解释 搂过她的脑袋贴在胸前 拉过被子将她盖起来 等到里面两人出来后 他俩同时屏住呼吸完没堵 陆木琴借机开诱 对准女孩小脑瓜又吸又蹭 搞得女孩心脏砰砰直跳 伴随着房门砰的一声 小夕赶紧将头抬起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那个谢谢帮忙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陆木琴听后用力抓住女孩 冷声询问你为什么给我盖被子 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欲擒故纵啊 还给爸总迷的团团转 却又让他手养心养得不到 严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未婚夫跟妹妹行苟且之事 你居然还能这么淡定 难道你有共享老公的品号 女孩回怼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交代清楚 为什么非要陆又然 我陆木琴哪里比不上他 你你你 你在说什么虎王之词 这是一个长辈干说的话吗 他还真是敢想 和侄媳妇谈恋爱完全不能理解 严谨心兮 我陆木琴不缺女人 也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站在我身边 你确定要拒绝我吗 女孩听后直接推开他的脸 小声回着确定 您这样高高在上的男人 我根本惹不起 说完转身站了起来 留下陆木琴坐在那里一脸猛咪 惹不起吗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女孩快不走回房间 心想好险 差一点就交代到那了 陆家这叔侄俩好像都不是正常人 第二天 小夕来酒吧上班时 被一个油腻老男人缠上 小美女来陪我喝一杯 哥哥给你马内 抱歉 我不提供这种服务 男人听后拍桌怒吼 看不起我是吧 在这种地方打工还装什么纯洁 两名男服务生走过来又哄又偏 最后送了个果盘将他打发走了 哎 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 上个班也能碰到这种事 早久时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打开一看是群消息 上面写着作业提前标 小夕心想 这个狗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优景熙 听说你又把客人惹火了 扣分那扣分 友情提醒一句 再扣下去奖金可就没了 哎呀肥婆 这里擦得不干净 给我归地上擦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 扣分扣分 小夕愤愤不评 这个赵领班就是个人渣 每天都各种挑毛病打压我们 扣分剩下的钱自己揣兜里 这时 老板急匆匆跑过来 陆家大少爷来了 都赶紧去伺候他 张总我有经验 绝对让他感受到福 老板没有理他 走到小夕跟前祈求 又染少爷指名找你 能不能过去陪他喝点 女孩心想这个家伙又要搞什么鬼 赵领班被无视心生怒气 心想都敢从我手中抢活了 看我怎么给你穿小鞋 还为了一千万 拒绝做陆家少奶奶 酒吧包厢 陆又染跟小夕面对面坐着 昨晚我和你妹妹发生了什么 你应该都知道吧 我对你妹妹很感兴趣 而你却平平无奇 小夕听后反问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又染心想这个女人 的确沉得住气 但我懒得跟她好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退婚 这就对了吗 老谈钱我们就不用拉扯了 心想陆又染这么猖狂 不好好敲一笔 都对不起她响亮的名号 如果一个白领一年 能赚十五万 工作五十年就是七百五十万 想着她抬头回着我要一千万 现在交钱我立马打电话去婚 心想有了这些钱 张仪再也不用为房租犯头 而我的毕业证 要不要也无所谓 陆又染听后心声不悦 我就值一千万吗 当然不是 一千万是陆家绍奶奶的价格 心想你陆又染在我眼里 充其量是只四角蛤蟆 一文不值 陆又染看到女孩性情大变 心里泛起小九九 不过能退掉这桩婚姻也算自由 这张卡里有一千两百万 密码是八九一零一五 你现在就给我爷爷打电话 说我们不合适 小夕反问我怎么知道卡里有没有钱 你耍我怎么办 来给他验一下 手下拿过银行卡 对准抛丝机上一刷 女儿立马显示出来 成交我现在就打电话 说着便拿出手机 伴随着短暂的嘟嘟嘟 那边接通了电话 陆老爷子在那边询问着 小夕啊 找爷爷什么事 爷爷是这样的 我不能嫁给陆又染 我们不太合适 如果冒犯到您 我在这里给您说声对不起 祝您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陆老爷子听后叹了口气 锦夕啊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心想什么意思 难道我小时候见过他 短暂寂静 那边说着如果不满意这桩婚事 那就听你的吧 挂断电话后小夕如释重负 起身说着陆爷爷真的很正直 但陆少倒是没遗传多少 后会无期哦 祝你跟我那个妹妹百年好活 陆又染心想爷爷这么爽快答应 一定有什么秘密 还退婚拿到一千两百万 顿时满面春风神清气爽 小夕从包厢出来后 赵领班就走了上来 呦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怎么面对有钱的公子哥臣服啊 女孩听后轻烈回怼 起码我不给有夫之夫陪睡 当小三也能如此嚣张 你真是马中赤兔人中牛马 周围同事听后议论纷纷 什么 赵领班给人家当小三 女孩回着你不知道吗 老早就跟大堂经理赶上 严姐当面给他拆穿 估计要被辞退了 赵领班听后顿时破绳 严谨西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下一秒 女孩一个大臂都打得他人间清醒 没错老娘人你很久了 赵领班被打摔倒在地 躺在那里哀哑哑哑的叫唬 小西里都没理转身就走 两名同事在后面喊着 有空一起出来玩啊 来到自动提款机前 小西低男一会得跟张一报喜 再把这个月的钱汇过去 本没旅以后可以高调生活了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一看是冯如烟 小西一边点击提款机一边询问 什么事啊 那边说着陆总现在是你们系的导师 你知不知道啊 小西回着知道 他后面会住在你们学校里 我已经安排你过去照顾他一时起居 你今晚就住过去 小西听到这个消息身体一顿 妈 我听说陆老爷子是单身 要不我直接嫁给他 那样来钱更快 冯如烟听后直接被呛倒 轻声询问你肯吗 当然肯啊 如果陆老爷子真的看上我 以后我就是陆家老夫人 到时候我投哪家公司 都不会投岩式的 严谨熙做人不要忘了 要不是我你早就饿死了 小西听后表情顿时冷酷 心想要不是你我会过得更好 八岁那年 冯如烟为了给女儿挡灾 将我带了回去 我感激恩情 整日帮他们洗衣做饭 尽心尽力暴打 可就因为我得了急性传染病 冯如烟却污蔑我拖东西 将我还回了领养院 后来我的病治愈了 严蕊却出了车祸 冯如烟想把我接回去继续挡灾 却被张仪一口回绝 于是便让学校把我退学 还对孤儿院多方刁难 为了能让孤儿院安宁 我只能答应跟她回去 我十八岁那年 张仪心脏病发作 严家一分钱都不肯进 我想尽办法 才筹到钱做首次 后来我考上零省零校 冯如烟为了掌控我 直接把我关了起来 最后找人 把我弄进他弟弟的贵族学校 利用毕业证来压制我 如果不听话就不让我毕业 一边沉思一边输入密码 下一秒 里面的一千二百万瞬间清零 小夕顿时晴天霹雳 什么情况 银行卡里的钱呢 拿起电话打给陆又人 陆绍 银行卡上显示没有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拿到一千两百万分手费 准备去取钱时 却发现银行卡是空的 陆绍你什么意思 银行卡上的钱怎么没有 我仔细想了一下决定不退婚了 我们之前的协议取消 我要娶你 女孩听后顿时晴天霹雳 陆绍你就这点诚信吗 是不是耍我很好玩啊 我爷爷想见你一面 半个小时后到陆家老宅 凭什么 凭什么你说见面就见面 我不去 严谨熙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你之前所属的孤儿所下面的地址 隶属于陆氏集团 如果你不听话 我很难保住那孤儿所呀 女孩听后破口大骂 你个挨千刀的威胁我 要不是你从小就在陆家 我还以为你亲妈是冯露燕呢 挂断电话陆又然脸色难看 从小到大除了爷爷跟小司 还从来没被任何人骂过 这种滋味很难接受 此时的小夕从天堂跌入地域 心想一定是老爷子反悔了 给陆又然施了鸭 特喵的 早知道手机转账好了 陆又然你个小狗头 老娘不会放过你的 周围人群看着T款 议论着那姑娘怎么了 陆木琴从银行办完事 转头一批 正好看到气鼓鼓的小夕 心想她这是怎么了 感觉随时都能爆炸了 陆总刚接到消息 老爷子请诱染和严小姐去老宅一许 告诉老爷子 一会我也回去一趟 还有 你去准备见女士礼服 陆木琴交代完 静止走向外母 拉住小夕胳膊询问 这位小姐需要搭车吗 小夕愤怒吐槽 不长眼的家伙过来人物 可看到陆木琴顿时一愣 严小姐我正好也回陆家 一起吧 后面的小女孩看到陆木琴 纷纷投来花痴的目光 路上一辆豪车飞速行驶 小夕坐在车里气鼓鼓 干嘛要我换衣服啊 你之前那件太休闲 达不到诱染标准她会和你吵 所以提前换了 省得闹起来不愉快 小夕心想这家伙平时看着不这么丁 没想到正式上还挺细心 这时 陆木琴看着小夕身体顿时一愣 那个 你这里没拉眼 我帮你拉上啊 说着便上手开始操作 小夕被这轻力举动搞得小脸羞红 紧张说着谁让你拉的 你的意思是想露出来给我看 要不我再帮你拖下来 昨晚不是都说清楚了 你怎么还这样没分散 再不老实 你会看我不告你的状 家接班人爱上孤儿院女孩 于是想方设法占便宜 陆总民事长辈 请自重 严小姐想跟我保持距离 不用特意强调 也犯不着脸红 还有 你说要去见我父亲 是在暗示我把咱俩的事告诉老人吗 女孩听后顿时一愣 心想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要是传出去 我就没法做人了 陆总你的理解能力真刁钻 我深正不怕影子写 你愿意说就说 不愿意说就不说 嘴长在你身上我管不着 多谢夸奖 我确实没有讲人八卦的癖好 两人说话间 车子突然急转弯 小夕身体不自主地向陆木勤那边倒去 缓过神后快速回谈 紧张说着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的 忘了跟你说了 接下来都是盘山路 还会有不少急转弯 你就这样坐着吧 不要乱动 不然撞来撞去容易撞坏身体 小夕坐在她的怀里小鹿乱撞 心想陆木勤真是鸡贼 居然用这种理由占我便宜 很快 两人就来到陆家老宅 下车往里面走时 正好碰到了陆又然 陆木勤解释我回来正好碰见他 所以就带了过来 你们聊 我进去还有点事 小夕直冒冷汗 心想跟他一起来 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陆又然冷漠询问 你和我小叔很熟吗 要你管 延而无信的家伙 说好的解除婚约却又防腐 就算最终娶了我 你也不会幸福的 对我而言妻子只是百事 幸不幸福无所谓 看来你改口又要娶我 是老爷子给的压力啊 老人家承诺你什么好处了 陆又然被识破气急败坏 抓住小夕的嘴开始放狠话 听着 我不必和你交代什么 牙尖嘴立在我这只能吃苦头 小夕闪身后退 我保证 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错误的嘴 两人说话间 后面跑过来一个女人 又然你真的不要我了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林雨菲 我不记得之前承诺给你什么呀 如果你说的要是指床上 那我可以考虑有空找你 女孩听后满脸仇视 冷声回着你混蛋 女孩因爱生恨 居然在陆家老宅行凶 为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聊这个 完全没把我这个未婚妻放在眼里啊 不过也没关系 我确实不在乎嘎嘎 你给我站住 不处理完哪也不能娶 怎么 真拿自己当皇上了 后宫炸了还要我帮你管理 陆又然 你把我肚子搞大了 居然还想娶别人 陆又然毫不在意回着做了吧 你的孩子肯定像你我可不想要 像我怎么了 起码好过你陆又然乱倒吧 喜欢表姐这种事一般人做不出来 小夕一听顿时猛逼 心想这家伙真混蛋啊 陆又然被拆穿气急败坏 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女孩仇视两人 心中带着不甘于怒火 狐狸精都是你的错 要不是你抢走又然 我能落到如此下场 我说姑娘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根本不喜欢她 莲莹也是为了利益 一个臭毛坑而已 你想要你就拿去啊 老娘正好想解除婚约呢 严谨熙 在你眼里我算什么 想给谁就给谁吗 不要我是吧 我痛苦你们也别想好过 说着从包里面拿出一把匕首 直勾勾地冲向两人 小夕想要躲闪 但是来不及了 危机时刻 陆又然说着我去叫私人医生 别把事情闹大 惊动你爷爷就不好 我去医院处理一下吧 陆又然转头看向女孩 抓住她的脖子提了起来 竟敢在陆家老宅行凶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小夕怕闹出人命 吐槽说着几点得吧 她刚刚摔了一下 动了胎气会有生命危险 最好先送去医院 你说什么 她刚刚可是要对你行凶 小夕说的没问题 这女孩要是出了事 就算你有理也说不清 更何况她脖子上还有你声音 陆又然听完一阵后怕 直接将她丢在地上 明示有四大家族 分别掌控国内的军政商医 老大秦家家主秦一伙 目前在军部 老二陆家陆婷约 从商 老三储家少爷储云天 在政界 老四是医学巨头汪展岸 楼下几人的闹剧 都被楼上老爷子禁收眼底 又染这个臭小子 是该好好教育教育了 不过我是想让锦西做我孙媳 现在一看怎么要变成儿媳妇 人民医院妇产科 陆木琴带着小夕向里面走去 周围姐妹上来询问 几个月了 有没有孕吐反应吗 还有人夸赞你老公真帅 小夕被问得有些尴尬 带着陆木琴赶紧向前冲锋 陆总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刀扎伤口来妇产科干什么 陆木琴回着皮外伤而已 随便找个医生就能处理 刚好认识这里的医生 说着轻轻敲击房门 里面回了一声请进 哎呀二哥你怎么回来 真是细客呀 此人乃是汪家二小姐汪总 是汪展岚的妹妹 二哥 这个是你的女人 陆木琴听后模糊回着 未来的陆夫人 小夕一脸比喻 心想怎么听得这么怪呢 哎呀二哥你受伤了 谁给你弄的 陆木琴转头说着 帮女人打架弄的 小夕想要解释我们不是情人 可刚说两个字就被陆木琴打断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医学世家的汪二小姐 我朋友的妹妹 小夕听后赶紧打招呼 心想这个陆木琴快死了 明明知道她误会了 还不让我解释 小夕 这边有汪大夫就好 我的外套脏了 小夕听后顿时猛逼 小夕也是极为震惊 心想桂圈争乱 不适合我这种小趴财 我警告你 再这么撒泼打滚 我就让你们邻家无力足足地 说完静止向外走去 正好看到偷听的小夕 什么情况 她居然拿着小夕的钱包 小夕吃完瓜准备开溜 却被陆又然给教主 说 你为什么拿着小夕钱包 是不是你勾引我小夕了 还不是因为路上你惹的感情风波 她衣服破了 叫我去买点新的 我小夕有洁癖 如果你们之间没什么 怎么会把钱包交给你 你自己可以和未婚妻的妹妹偷吃 现在还用肮脏的思想揣测别人 你有不恶心啊 还有 就算我和你小叔真有什么 那也只能说你没用 得不到我的心 路又然听后回忆涌上心头 之前她也深爱过一个女孩 但女孩最后选了她小叔 这么多年过去 一直是路又然的心结 想到着她失去理智 抡起拳头砸过去 墙壁瓷砖寸寸断裂 吓得小夕心脏狂跳 我警告你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以后还会成为路家少奶奶 我绝对不允许你给我戴帽子 听清楚没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耳朵没聋 小夕一边向外走一边沉思 这个小子也就是出生在路家 否则我早就把她捏成渣渣了 过了一回 小夕买完衣服回来 陆木琴发现她手腕上的抓痕 冷声询问谁弄的 小夕失落回着没事 陆木琴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 是又然干的吧 你平时不挺凶的吗 之前踩我脚现在还痛呢 怎么一遇到又然就吃亏呢 小夕冷漠回着 我犯不着跟疯狗护养 还出去给爸总买吃的时 被未婚夫按在墙上欺负 牙子必报的她 发现未婚夫车子未停 顺手叫了拖车给她拖走 气得未婚夫站在那里暴跳如雷 小傻瓜干得漂亮 这才是我认识的严谨西 小夕被她摸头杀 心脏不争气的砰砰直跳 记住 以后不要买这种快餐 因为我不吃 还有我不习惯被女士请客 我不是无缘无故请你的 谢谢你刚刚为我挡到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躺平了 所以你就用肯爹机打发你的救命恩人 拜托 我是个小穷鬼好不拉 平时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陆木琴疑惑不解 严家也不穷啊 你怎么又缺钱了呢 小夕无奈回着我是领养的 说完敏锐的察觉倒不对 她为什么说又缺钱 一脸戒备的询问 你还在什么时候见过我缺钱啊 陆木琴听后陷入回忆 冷声回着你听错了吧 对了 你会做饭吗 凑合能吃吧 你要干嘛 我以后就住校服 但还没找到合适的家政 能不能劳烦你每晚给我做顿饭 月薪两个大波溜 小夕一听顿时行动 不过冷静一想又感觉哪里不对 我们的关系特殊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陆木琴被拒绝开始装闭 哎呀我这胳膊又开始痛了 小夕非常吃这套 毕竟她是为自己挡刀材这样的 于是决定先做一个月 陆木琴见计谋得逞 顿时露出邪恶的威想 汪斩一躲在门外偷听 看到陆木琴笑了 顿时心生醋意 下午 小夕来到图书馆学习时 闺蜜走过来闲聊 锦夕我刚在宣传海报上看到 学校要跟陆氏集团办设计大赛 前三名可以进陆氏工作 小夕听后陷入沉思 陆氏可是国内大企业 要是进去上班肯定能赚本 不过 我生活和学业已经和陆家纠缠不清了 要是工作在缠上 我这辈子就离不开他们 犹豫时闺蜜又爆出一个福利 听说前三名有一百万奖金哦 小夕听后瞬间燃起斗志 喵的报名 前三我实在必得 还虽然被豪门领养 但却过着比普通人还普通的日子 在家里洗衣做饭擦地 在外面端茶倒水伺候人 成年后 女孩想要试着反抗 却被继母全尸压得喘不过气 女孩无奈只好顺从 按照她的要求去照顾卫婷夫小叔 陆木琴真是奇怪 学校那么多公寓不住 偏偏要住传闻中的凶宅 很快 小夕就到达目的地 走进屋内询问有人了 这时 她看到桌子上有几张设计图 古朴典雅的设计 顿时吸引了她的注意 这张图绝了 把巴洛克和现代建筑融合 直接上升一个档子 小夕越看越震惊 越看越心动 看着看着竟有些入民 严谨西女士 你觉得我的设计如何 小夕回着几乎完美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说说看 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够刺激 我那哥皇室喜欢一些震撼的设计 如果能在室外加一些赛车跑道 我觉得会更有趣 陆木琴听后极为震惊 心想好好培养肯定是个人才 陆总我只是随便一说 你当个笑话听听就行 话音刚落 小夕就被她搂了过去 你你你干什么 放开我了 陆木琴无赖回着你不是喜欢刺激吗 小夕一听顿时急了 用力推开回嘴 想找刺激就去酒吧 那里多的是能和你刺激的名 你在想什么呀 我是说这个设计稿 我一直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觉得你说的对 确实缺少刺激元素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她这是肯定了我的建议 或许可以设计一条通道 通往满足个人情绪的场所 小夕听后一脸无语 喵得这是个变态吧 从你的想法可以看出 你是个疯狂的女孩 只是你的疯狂暂时被压制 但是总有一天会爆发 才不是呢 你不要乱揣测我 你忙把我去做饭了 有什么事可以叫我 小夕走进厨房洗菜时 突然感觉陆木琴很可怕 因为她总能利用一些细节 查看别人内心 一次邂逅 爸总就对女孩念念不忘 但碍于她是侄子的未婚妻 还是决定保持距离 小夕站在厨房左右开工 很快挤到美味佳肴就做出来了 陆木琴调侃你做了这么多补食 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啊 小夕才不想搭她的话 冷声回怼吃你的饭吧 陆木琴夹起一块猪肝放在嘴里 仔细咀嚼后给出了好名 小夕收到夸奖得意地笑了起来 两人闲聊时 系主任打来了电话 小夕疑惑不解 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呀 接起电话那边说着 经过学校领导决定 任命你做陆董事的助理 从今天开始你就搬过去住吧 陆木琴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得意 小夕听到要搬过来顿时急了 想要反抗一下 那边却直接挂断电话 陆木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事啊 下午王主任跟我说找个学生照顾 但是被我拒绝了 小夕一惑询问呢 为什么他还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考虑到在学校确实需要个助理 所以又同意了 小夕听后瞬间无语 心想你这个老咕噜棒子真该是 起身离开陆木琴说着 我在楼上中间那个房间 剩下的你随便挑 你就死了这条星马 我是绝对不会住在这 我还要去烧烤店打工 再见 学校和陆氏举办的设计大赛 后天就截止报名了 以你的才华不容错过用 那还用你说 我肯定会报名的 奖金我势在必够 陆木琴看他摔门离开 心想这丫头脾气真大 不过 他那么爱钱一定会过来住的 第二天 小夕无精打采的过来上横 回想到昨天晚上去姐妹那里蹭住 心情顿时有些压抑 不能一直麻烦别人 得想想住宿的问题 这时 同学们被旁边的白毛帅猛 小夕转头一看 这他们要不是陆又染吗 昨天晚上约我看电影我没去 今天这是来学校抓我来了 陆又染察觉到小夕的目光 心想居然放我鸽子 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这样的他倒是很有味道 景希快看 那边的帅哥好酷哦 小夕贴近低男他就是陆又染 明明一听瞬间无语 就是他跟严蕊搞到一起的 下课帮我打掩护 我不想见他 明明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追到女孩继承家业 陆家少爷化身狗皮膏药 教室里 小夕坐在那里沉思着 经过这几天胖大打探 发现陆又染喜欢季姐梁失落 据说陆又染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他跟着母亲改嫁到梁家 组建了新的家庭 陆又染因此认识了季姐 两人关系非比寻常 还谈过一段不被接受的虐恋 后来梁小姐乘坐游轮发生意外 陆又染从那之后性情大变 哎 这些豪门少爷小姐的故事太复杂了 想不到陆又染这个臭小子 以前还是个纯爱战士 看来想要解除婚约 还得从这个梁失落下手 四十分钟后下课铃声响起 陆又染瞬间被一群女孩包围 有人讨要联系方式 有人询问有没有女朋友 陆又染不想跟他们纠缠 冷声怒斥给我滚开 女孩们被吓得不行 于是纷纷退让 当他们完全散开时 小夕已经没影了 陆又染气得不行 大声吼了一遍她的名字 等了一会没有回应 她走出教室开始寻找 竟然赶在我面前耍小把戏 真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哎呀这不是又染吗 你怎么来我们大学了 陆又染没好气地询问 看到你姐姐了吗 严蕊回着我姐不在教室的话 那肯定在你小树公寓 你还不知道吧 他们已经同居了 陆又染听后顿时猛逼 西邻公寓 小夕看着陆木琴发来的信息 上面写着今天要吃的菜 小夕吐槽真是个心大的主 也不怕我在饭菜里面下 提着食材走向厨房 身后突然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传闻这个公寓闹鬼 所以她内心怕极了 拿起酒瓶给自己撞满 下一秒 陆又染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两人四目对视小夕顿时一愣 陆又染冷漠说着你个烧杯 果然在勾引我小叔 叔侄俩因为一个女孩 开始争装吃错 严谨西 你果然在这里勾引我小叔啊 你在胡说什么 你小叔住在学校里没人照顾 冯如烟为了拍她的马屁 然后给我派了过来 你是我的未婚妻 不应该服侍我吗 小夕无奈回着不是我能左右的 冯女士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还有 她不是把严蕊给你了吗 你还惦记我这个养女做什么 陆又染看她阴阳怪气 冷声怒斥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陆少要是看不惯大可退婚呢 我相信会有一群女孩子到追你的 何必在我这受气 陆又染听后气急败坏 抓住小夕的手直接推倒 陆少爷之前不是让我守活寡吗 现在是要打自己的脸 你想守活寡我偏不叫你如意 今天我吃定你了 说着就要上去亲吻 小夕看她越来越近 大声吼着不要 说完一个大逼都衔接了过去 打得陆又染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严谨西 你居然敢打我 陆少你别激动 我刚刚条件反射了 陆又染听后顿时暴怒 准备今天就在这里办了 小夕意识到事情不妙 直接用手堵住她的嘴巴 眼看着就要视身时 陆木琴从后面走了过来 他听后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 小夕则是非常清醒他回来 差点就交代着 陆又染看着小叔那紧张的表情 心想看来不是严谨西勾引的小叔 倒像是小叔对严谨西有意思 想着他开始宣誓主权 小叔不好意思 我们俩刚刚有些情不自禁了 小夕对他厌恶至极 打开他的手 回对你在胡说什么 哎呀别害羞嘛 你没经验我可以理解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的 陆木琴看出他的挑衅 冷声怒斥最好别有下次 哈哈真无聊 我还有事先走了 走到陆木琴身旁警告 我的女人谁也不能动 否则我会翻脸的 小叔你懂我的意思吧